何迈创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分布式光伏应该是光伏的一个未来的主流 因为光伏从它自己本身的技术特点以及光电转向效率来看 其实它是一个大量占用资源或者说占用面积的行业 而其实真正免费的屋顶 许多闲置的屋顶才是光伏应该去发展的方向 而这个正好对应的是分布式光伏 集中式光伏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区域 比方说荒漠或者说一些土地利用资源很低的地方可以用 但是从全球范围来讲 我认为分布式光伏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前五年其实分布式光伏更多的是像老百姓 或者说更像社会去普及光伏是什么东西 可能老百姓或者整个社会有了光伏产品以及这种认知的基础 未来的五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分布式光伏的精细化的一个趋势 比方说它可能更多的进入了老百姓的屋顶 进入了工厂的屋顶 工厂又有很多种 所以分布式光伏 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安全高效易运运 所以它对安全性比方说起火触电的要求非常高 那它对于高效性因为它没有运运 所以它上面的灰尘或者说遮挡 会大量的导致分布式光伏的发电量下降 那我们高效应该用技术的手段去解决它 智能的运运或者说无人的运运 也要通过技术去解决它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的五年更多的是分布式光伏 更加精细化的让大家明白 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让它的效率更高 一方面我们会随着光伏组件功率的增加 而去调整或者说改进我们微型移变器的技术 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同的国家区域 它分布式光伏的应用 包括它的这个系统特点都不一样 我们会更理解各个区域各个国家 对分布式光伏的要求 那当然是很好的影响 分布式光伏会发展越来越快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遇到刚才那些痛点 随着这些痛点的发生 其实我想政府也罢 主管部门也罢 他们都会意识到分布式光伏可能遇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就会相应的出台这些法律法规 或者说一些标准 会更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让大家接受度更高 所以整体来讲 这些政策对我们和麦的微型移变器 或者说衍生到的主间级电力电子产品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